第171章,捉襟见肘 崔夫人点头,见村人都在 就到,村长大叔 之前因为我,给村里添麻烦了 胡老三和他那个媳妇都被卖去南边海港做苦力了 隔壁娇家那个庄子也赔给我了 我打算把那个庄子卖了 但庄里存了不少粮食和农具等物 我也用不上,就都带来给村里了 也算是我给大伙的赔礼 娇夫人太客气了 我们也没损失什么 不过是因为胡老三那个白眼狼多骂鸡巨罢了 村长赶紧推辞 毕竟胡老三还莫开始散进 就被揭破了 他们真是没帮什么忙 但崔夫人却是打定了主意 大叔 这些粮食和东西 是给大伙的 您就答应收下吧 以后我还要在村里住呢 大伙不要陪你 我可没脸再来了 村长见他是真心实意 想了想就到 那行 大伙就收住了 最近找来的工匠多 每日中午供给一顿饭 粮食确实不太够用了 众人眼见那一长流的马车 足有上万斤粮食 整个春夏都不必担心粮食不够了 于是 无论老少 都是高兴得不成 纷纷开口道谢 谢谢崔夫人 这些粮食真是帮大忙了 是啊 崔夫人 咱们是一家人 以后不要再说天麻烦的话了 这魔说 胡老三跑来捣乱 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呢 他不来捣乱 咱们也不会得到这么多粮食啊 哈哈 有道理 有谁看咱们不顺眼 多来几个 咱们村子还发财了呢 众人七嘴八舌玩笑 一时很是热闹 崔夫人拍了拍怀里的佳音 同里老太一家说道 神子 这次让扶妞 还有秋生兄弟和红英 都跟着受委屈了 我知道给银子粮食 你们都不能收 幸好那交加桩子上 有全套的上好木器 我让人都收起来了 等咱们家乔迁新居 我再让人送来 算我的赔脸 也是赫脸 好不好 他想的周全 又没有特意花费银子 还是薅了交加的羊毛 果然 李老太一口就硬了下来 好啊 这东西正当用 神子收了 崔夫人放了心 就招呼众人卸车 不得不说 交试过日子 还是不错的 庄子里的存粮 比侯府掌管的庄子都多 高粮和小米等粗粮 足有八千多斤 精米一千斤 带颗稻子三千斤 还有细面六百斤左右 其余各色豆子 也有十几袋子 白菜萝卜更是无数 村人们像蚂蚁一样 搬了足足一个时辰 才算忙完 村长怕下雨 吆喝着村人紧急 又搭建了一个大窝棚 暂时冲坐库房 各家献出了油毡 严严实实照在窝棚上边 生怕漏雨 糟蹋了粮食 震摹一忙 就到半下午了 但所有人望向窝棚 都是心里格外的踏实 粮食就是命啊 特别是他们这样毫无根基的 这个零食粮仓 就好像他们扎下的第一条根 终于让所有人都有了几分底气 村长烟带锅一挥 嘱咐妇人们积聚 晚饭就做得格外丰盛了 金米和小米掺在一起煮了两米饭 加上五花肉炖的白菜豆腐 让所有人都幸福地抱着 逃碗边吃边傻笑 佳音吃了蛋羹拌饭 忍不住嘴馋 又把崔夫人带来的点心盒子打开 拿了一块核桃酥 她怕奶奶唠叨 就凑在崔夫人身边 小老鼠一样 认真啃着 还知道用小手接着点心渣 李老太监了 宠溺的隔空 点点孙女的脑门 崔夫人就笑着把佳音抱在怀里 腿上扑了帕子 让她随便吃 村长和赵叔刘彪头饥个吃过饭 也过来李家这边 围着火堆说话 他们也是知道郭家的惨事 崔夫人就把郭家也许会买隔壁桩子的事说了 末了她叹气道 到时候 怕是要同郭山长说说当初之事 毕竟我和温师兄都没有亲眼看见 说不得要劳烦秋生兄弟和刘彪头走一趟 做个人证 李老四和刘彪头赶紧应道 这是应该的 郭家人是我们帮忙下葬的 总要告诉他们的埋骨之地 还有那些藏书 以后有机会也要拿回来 村长和赵叔基个年岁大了 对同样老迈的郭山长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是一下失去了所有儿孙 也是同情不已 一定劝着郭家节哀 这事到就是这般 总要为活人多想想 是啊 李老太也是点头 主妇老四和刘彪头 到时候 你们委婉一些 不要说太多细节 老人家听了 会更伤心 若是知之道遇害了 尸骨也被好好安葬 还会好一些 村长和赵叔等人也正想这事呢 就道 大妹子说得对 到时候 老四和刘彪头 见机行事吧 李老四和刘彪头 赶紧应下 同崔夫人说起 到时候提前过来送个馅 这事就算定了下来 众人就暂时放到了脑后 山谷内外的建设 如今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村子里 各家的地基已经打好一半了 不出意外 再有一个月 就能准备入住了 原本还想给个家 建个独立的院子 顶多是家里人少建三间正房 人多就加带一个厢房的区别 但先前凑齐的一千多两 眼见有些捉襟见肘 村人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建四排连几房子 就是各家共用东西房山 同样要建厢房的人家 也是东西厢房背靠背 再醒一道墙壁 这般 好处是成本大大收缩 坏处是 各家和各家之间太紧凑了 但这个非常时期 能安家扎根已经不错了 也不好讲究世事完美 不过也有例外 叶公子和崔夫人的房子 连同李家 这三栋房子 是自成一个整体的 而且就坐落在村口 以李家院子为主 三大间正房 家东西厢房 很宽敞大方 崔家和叶家的院子 稍稍小一些 同样正房和东西相防俱全 远远看去 三家院子就像燕子翅膀一般 隐约守卫住村口 也把村里各家户在身后 崔夫人和叶公子的院子倒罢了 一家自己拿了银子 一家是全村的保护神 但李家自觉占了村里便宜 老太太总想补偿一些 但先前家里存下的银子 拿了绝大部分建设山谷 已经没剩多少了 还要留一些背着 有个急用 加上打算让家人继续读书 总之 真是拿不出太多银子了 于是 妇妞这个宝贝孙女 时隔许久 又跟奶奶玩了一次被窝魔术 便出了十个无两的银刻子 这还是先前从业公子手里 一粒药片 一定银子换来的 她藏了很久 如今倒是派上用场了 李老太报了孙女 不知道银子来路 越发担心孙女年岁小 不知道轻重 折了福寿 但让孙女收回去 孙女又不肯 她真是一碗都莫子磨合眼 第172章 神秘的碎金摊 第二日 李家儿孙都被聚集在了老太太身边 老太太直接就宣布 以后她过世之后 家里这座宅院要留给四房 甚至房子建造好了 去府衙登记上档子 就直接写在老四名下 而老二和老三两家 在孩子长大需要成亲的时候 家里会贴补银子 额外再盖宅院 李老二和李老三都莫意见 但李老四反倒不干了 毕竟长子既成家业 大哥不在了 也该是二哥住着宅子啊 怎么就落他头上了 桃红英也是红住脸推辞 生怕相处亲近的三嫂 以为她背后给老太太灌迷魂汤了 最后还是李老太一锤定音 我就是偏心扶妞 若不是她还小 我都想直接落她名下了 所有人这才不说话 特别是李老四夫妻 这心情真是复杂 闺女才不到两岁 他们就跟着闺女沾光了 李老太当住村人的面前 把银子给了村长 借口都是现成的 找崔夫人借的银子 以后再还 村人们都是吵着不想收 毕竟 他们都是因为李家才保下性命 才有如今的好日子 即便白给李家盖个宅院 大伙也觉得应当应分 但李老太坚决要给 村旧长做主收了下来 他很清楚 李家这是不想占村里便宜 免得以后谁家住的拥挤 献李家的院子大 说些闲话 坏了何欠 这五十两 可以让李家在全村人面前挺直腰板 谁也说不出半个 不 字 不得不说 李老太这份刚强和远见 太难得了 崔夫人留了一日 跟着村里夫人泡了一个热泉澡 又去田里看了种花生和地瓜 然后才回了庄子 而刘志恒已经麻利地 把隔壁庄子都处置好了 也联系了郭家 郭家的侄儿出面谈了价格 最后把庄子落在了郭山长的小孙子名下 许是庄子的价格太过优惠 也许是知道了崔夫人曾十二席同窗 更是想着过世的崔大学士 郭山长搬来新庄子末几日 就坚持要登门道谢 崔夫人想了想 让人给遂金瘫送信 甚至还亲自去请了刘老爷子 刘志恒当然不会瞒着父亲 早就把郭家同师妹的瓜葛说个清楚 刘老爷子也是同情 明白侄女是怕郭山长听到噩耗 不小心有个好歹 想请他去坐镇 于是痛快点头答应了 遂金瘫那边 李老太同样也有这个担忧 于是 他特意请了张神医一起吃晚饭 桃红英做了个肉末 酿豆腐 蒜蓉小青菜 翡翠白菜卷 额外又给老神医下了一碗打卤面 张神医同村长和赵叔姬个 特别头脾气 平日都是吃睡一起 而李家有什么好菜 都会给他送一份 但这般特意准备的时候 可是不多 毕竟条件有限 张神医吃的是心满意足 自然答应明日跟着走一趟 佳音也想跟去凑个热闹 顺道出去走走 散散心 于是 他趴在老太太怀里撒娇 奶奶 我也要去 李老太却不同意 不成 上次崔夫人就抱你去一趟庄子 差点惹了大麻烦 你还是老实跟奶奶在家吧 奶奶明天带你去小王村买肉骨头 好不好 佳音苦了脸 撅着小嘴巴 委委屈屈玩手指 不说好 也不说不好 不等老太太心软 全家都受不了了 赵玉如赶紧帮忙说情 娘 最近活迹挺多的 也分不出人手 照看扶妞 不如就让她去吧 是啊 娘 您不放心 就让老四一直背着好了 李老三也是憨憨笑着开口 笑道 娘 实在不成 我跟着一起去 专门照顾扶妞 李老太真是听得哭笑不得 全家都是好人 就我这一个恶毒奶奶 是不是 佳音赶紧奔回奶奶怀里 涂了奶奶一脸口水 奶奶最好了 奶奶最疼扶妞了 老太太照着孙女的小屁股 轻轻拍了一下 无奈硬道 去吧 去吧 但你爹他们有正事要说 你老老实实的 别淘气啊 知道了 奶奶 佳音高兴坏了 小蝴蝶一般在家人跟前飞了一圈 一人亲了一下当谢礼 惹得所有人都是笑起来 佳音佳喜也是心动 但他们要看瓜田啊 幸好 佳音莫忘了两个哥哥 开口保证道 哥哥 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两个小子立刻就眉开眼笑了 家人想起郭家那些藏书 犹豫了一下 说道 奶 我也想跟着四叔去看看 李老太立刻就答应了 去吧 洗洗头发 换个长衫 打扮干净 你是读书人 这些日子倒是吃苦了 家人一直跟着上山下地干活 晒得黑瘦 手上也裂了口子 就是这般 他每日也没断了 在石头上练习左手姿 家里人看在眼里 也都愿意他出去走走 一时 陶红英和赵玉如就忙了起来 给家人找衣衫 给佳音洗澡 力求让孩子们明日出门要整齐一些 他们是刘明出身 这改不了 但起码不能因为外表邋遢被人嘲笑 第二日一早 李老四和刘彪投赶了罗车 拉住张神医和家人佳音就出发了 崔夫人的庄子不算远 但罗车走不快 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崔夫人和温先生 还有刘志恒都接了出来 崔夫人和温先生陷到张神医 都是欢喜至极 心里更有底了 刘志恒不知道张神医身份 带得听说 对碎金瘫更是好奇了 不是说是北边来的刘明吗 怎么还有神医在其中 众人进屋 拜见了刘老爷子 听说家人是温先生的弟子 也是崔大学师的一波传人 刘老爷子认真考教了家人的课业 末了再看家人的左手子 他也是满意之极 再听说 家人右手是为了救弟弟 伤在狼口 而左手子是毛笔沾清水 在石板上练出来的 他更是欢喜庆幸 连连夸赞 甚至让儿子 准备一箱子的纸墨笔宴 送给家人 全当是师伯祖的见面礼 李老四带了家人道谢 就是佳音都跟着行礼 有模有样的胖丫头 惹得众人都是笑个不停 这时候 郭山长带了侄儿和小孙子到了 带了厚礼 佳音躲在人后 悄悄打量郭山长 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家 很是儒雅正气的传统文人 许是身体不好 神色里带了几分病弱 脊背却是挺得笔直 郭家小孙子有四五岁的样子 脸色苍白 很是瘦弱 再看郭家的侄儿 佳音就皱了小眉头 这人身形腹态 一张笑面 但他怎么就觉得哪里别扭呢 第173章 一眼断生死 同卫书相门地 刘老爷子和郭老先生 甚至是过世的崔大学士 都是相识的 如今在这里相见 自然很是热闹清静 郭老先生特意谢过崔夫人 几乎是半卖半送了一个庄子给他 刘老爷子就替崔夫人说道 郭兄 你这般可是折杀小辈了 当年大学士还在世的时候 对你也是多有尊崇 你创建了太华书院 在京都 谁人不知 就是天下都排得上号 多少学子都尊称一生山长 如今 锦柔能同你住邻居 也是缘分 以后 我在城里不方便过来 倒是你们住隔壁 还要你多照顾锦柔几分 这孩子命苦啊 郭老先生赶紧点头印下 买庄子之前 他也是打听过机具 隐约听说过一些 这会儿 他就承诺道 远亲不如静灵 以后多走动 锦柔有什么事 只管让人到庄子上说一声 崔夫人赶紧起身道谢 末了又把温先生 和李老四刘标头等人介绍给他老人家 温先生是崔大学士高徒 郭老先生也是见过他的 恍惚还有些印象 但轮到李老四和刘标头 他就有些疑惑了 因为他们怎么看 都不是读书人模样 倒是站在他们身后 抱着女娃娃的少年 眉眼间有些沉静的书卷气 至于张神一 他老人家进屋 就在打瞌睡 根本不理会众人 崔夫人却半点没有慢带李老四等人 仔细同郭老先生说起 山长 我先前因事耽搁了南迁 路上危险重重 幸好碰到好心人搭救 才能平安来到江南 李家兄弟和刘标头 还有张神一 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郭老先生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色很是复杂 感慨说道 你是个运气好的 那样的时候 有人帮一把 实在太难得了 温先生开口要说什么 却被崔夫人抢了先 山长 刘伯伯 咱们先开席吧 边吃边说 好 边吃边说 刘老爷子点头 招呼郭老先生 咱们也是多年没见 喝两杯 好啊 喝两杯 郭老先生勉强提起心智 笑道 我大病出狱 喝不了太多 只两杯就好 待我好利索了 再去府上拜访 咱们一醉方休 好 刘老爷子笑呵呵硬了 很快 酒席就摆下了 崔夫人是主人 但身为女子 多有不便 只能有刘老爷子代课 刘老爷子坐在主位 左手边是郭老先生 后手边是温先生 刘志恒 郭家侄儿郭青 张神一 李老四 刘标头等 依次坐下 另一专 则是崔夫人 带了家人 和郭家小孙子 文浩 外加一个家音 崔夫人拿回了嫁妆 根本不差银子 酒席预备得 很是丰盛 家音顾不得旁人 先把自己肚子 吃个滚圆 家人给妹妹挑完鱼刺 又去照顾郭文浩 但郭文浩 却一口都不动 最后半碗鱼肉 又进了家音的肚子 崔夫人想了想 就让穷嫂子 拿了点心盒子 果然 文浩抱了一块蝴蝶酥 总算吃了起来 家音吃饱 又喝了半碗鸡汤 望向郭文浩的目光 带了积分羡慕极度 这孩子 一定莫经过逃荒吃苦 否则肯定不会这么挑食 煮桌上 郭老先生偶尔看过来 也是叹气 我这酸儿 一直就是挑食不吃饭 什么时候能像旁边这小胖鸭一样 大口吃饭就好了 张神医正同一块白斩鸡 奋斗 听得这话就到 胎里带火 脾胃不合 仔细调理一年就差不多了 郭老先生听得一愣 转而望向温先生等人 温先生就到 这位是张神医 医术相当精妙 我们一路从北边过来 穿过将近千里山林 都是依仗他老人家保命 当真 郭老先生惊喜 赶紧起身行礼 拜托张神医帮小孙子诊治 郭青眼离闪过一抹犹豫 却到底没说什么 张老神医也吃饱了 索性直接开始干活 望闻问切 一番检查下来 就开了个药方 这个要一日一复 吃半月 然后找我换药方 不出意外 以后隔五日吃一次新药方 一年就好利索了 能吃能睡能尝 郭老先生赶紧道谢 郭青却突然插了一句 这要方程吗 我们找了十几个大夫 治了半年 都没有效果 这是质疑张老神医的医术了 老神医扫了他眼冷笑道 那十几个大夫有御医吗 老子把御医当孙子训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郭青不服气 还要反驳 张老神医又道 还有 你要保住小命 就禁欲禁酒吃素 否则再纵情声色 一年后不举 三年后必死 屋子里死寂一片 郭青更是脸色子的 像个茄子 何斥道 听不懂你在胡说什么 众人可不敢让两人吵下去 赶紧开口劝说 来 喝酒喝酒 是啊 这天气不错 过几日春暖花开 咱们出去踏青 气氛总算慢慢好了起来 但郭青却一句话都不再说 张老爷子也是离席找了个椅子坐着 不屑于餐和酒桌之事 佳音爬下椅子 又爬上老爷子的膝盖 笑着塞了一块桂花糖到老爷子嘴里 哄得他没开眼笑 还是俺们扶妞乖啊 好孩子 佳音笑得露出一口小白牙 喜庆又可爱 经过这磨一打岔 崔夫人和温先生都怕张神医遗气之下离开 草草吃了几口就撤掉了酒席 换了茶水点心 郭老先生也觉得侄儿今日鲁莽 丢了颜面 就想着早早告辞 但刘老爷子却突然换了话头 郭兄 听说你的儿孙们依旧流落在江北 如今可有消息了 郭老先生脸色突然就落寞下来 摇头叹气 一直没有消息 蛮人近在咫尺 也不能派人去找寻 我心里急得每日像游奸一样 所以之前才大病一场 若不是还有个小孙 要抚养他长大 我怕是坚持不下去了 郭清赶紧应声 大伯要放宽心 一旦瞒人退了 我就立刻带人过江北 去寻找大哥他们的下落 郭老先生听得欣慰 点头应道 到时候再说 你也不是五人 真去了江北 我还要惦记你 崔夫人和温先生对视一眼 温先生就道 山长 请看看这块玉佩 您认识吗 说住话 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块玉佩 递了过去 郭老先生一脸疑惑地接过玉佩 仔细一看 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是我儿的随身玉佩 是他最喜欢的一块 第174章 第一笔74章 白发人送黑发人 刘老爷子看得心头不忍 亲手扶了他坐下 郭兄 别急 咱们慢慢说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为自己和孩子多考虑 郭老先生双手都在哆嗦 险健已经猜到了几分 果然 温先生硬着头皮说道 我们难逃的时候 差点被蛮人追上 只能进了山林 碰到了李兄弟 他们一个村子的人 因为寒冬不好赶路 就结伴在山里住了几个月 有一日 突然村里孩子丢了 众人着急的时候 有山匪射箭送信 要粮食和银子 村里没有银子和粮食 又想救孩子 就迅速追上去 反杀了山匪 救了孩子 而这玉佩 就是在山匪那里找到的 郭老先生心里 还存了一份希望 上下牙齿都在打架 依旧坚持问道 是不是山匪之抢了东西 我儿他们还平安吗 温先生望向李老四和刘彪头 李老四深吸一口气 摇头断了老爷子的念想 我们见到的四男四女四个孩子 总共十二口都被害了 我们亲手安葬的 郭老先生当时就从椅子上栽下来 昏厥不省人事 郭清风了一样窜过去 抱了郭老先生 望向众人 眼里满满都是恨意和恼怒 你们知道就知道 卫师魔要说出来 诚心想害死我大伯吗 众人都是听得皱眉 但都以为他是担心的厉害 才这般无礼 一时 众人帮忙把郭老先生扶起来 张神医也抽出随身带的银针 玛丽给老头扎了七八针 郭文浩到底年纪小 吓得厉害 抱着点心 哭得可怜 佳音赶紧过去抱了他 小手拍着他 郭文浩许事没想到 佳音会哄他 有些吃惊 倒也忘了方才的害怕 很快 郭老先生就醒了过来 第一件事 就是找孙子 结果陷到孙子 被胖丫头抱着 并没有什么惊恐之色 他常常松了一口气 眼泪就哗哗淌了出来 我就知道 这磨长时间 他们都没找来 就是凶多吉少 但总盼着 他们能有个好运气 突然就出现在眼前 没想到 还是 还是没躲过呀 老来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间最惨之事 也不过如此了 众人都是跟着心酸 纷纷劝住 擅长 还是要坚强 您还有 小孙子要抚养长大 佳音牵着郭文浩走了过去 郭老先生 一把抱了小孙子 哭得哽咽 文浩 爷爷只剩下你了 郭文浩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也知道跟着爷爷一起哭 郭青站在一老一小身边 神色好像也很悲气 但佳音各在 一抬头就能看见他眼底的冷酷和怨恨 他惊了一跳 下意识倒退两步 崔夫人还以为他是被郭老先生吓到 立刻抱了他 退到人后 佳音抱了崔夫人的脖子 怎么都忘不了郭青的眼神 佳音趴在郭夫人耳边 小声说道 事故 他好可怕 像坏人 崔夫人听得一愣 不等说话 郭青却扭头看过来 眼底残余的一抹怨恨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许是县佳音 不过是个一两岁的孩子 崔夫人也没时磨一样 郭青就莫太在意 继续低头劝为郭老先生祖孙 大伯 您还有我 我父母过世得早 以后大伯就是我的父亲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大伯 好好把文昊养大 好 好 郭老先生拍拍侄儿的肩膀 抹了眼泪 显见他对这个侄儿还是很满意的 崔夫人紧紧报了佳音 半点不敢撒手 末了想了想 就让仆妇们重新上了热茶 郭老先生喝了几口 又缓过几分 于是同理老四和刘彪投行礼道谢 多谢二位义士 为我儿他们安葬 二位义士能说说 他们是怎么死的 可有遗书和遗物留下 李老四赶紧还礼 然后斟酌着说道 山长节哀 您的家人被山匪劫持后 关在地窖里 天气太冷 许是受不住冻死了 郭老先生又掉了眼泪 儿孙们免了皮肉之苦 却依旧死的凄惨 李老四赶紧说道 他们并没有遗书留下 但有机箱子书扔在半路 被我们捡了回去 我侄儿和温先生选了基本 一直在学习 其余都好好封在我们落脚的山洞里了 只等以后有机会再取回 说到这里 家人就从怀里拿出一本书 双手捧到郭老先生面前 郭老先生翻看书页上 大儿子的丝印 还有他的蹄子都在 忍不住报了书又痛哭起来 李老四又拿出两张纸 山里没有棺材等物 只能用衣箱 分男女下葬 下葬之人的长相年纪特征 还有箱子标记都写下来了 山长请收好 他日去起骸骨的时候 容易分辨一些 郭老先生多缩住手接过 坚持跪倒磕头 多谢一世安葬大恩 郭家必有后报 山长言重了 我们若是再早去几日 兴许还能救下他们 可惜 李老四扶了郭老先生 想起那几个自尽的女子 心里叹气 众人继续安慰 到底劝着郭老先生 恢复了很多 他早有猜测 这会儿知道 儿孙们死得不算太受苦 也被安葬了 家里藏书更是保住了 多好都算的安慰 郭清许是怕大伯更伤心 崔柱告辞 郭老先生再次 同众人道谢 才牵住小孙子离开 郭文浩走到门口 又扭头跑回来 翘脚色给家音 一个小小的木雕马 小木马很光滑 雕刻得很精致 显见是他的心爱之物 家音原本想拒绝 但看见郭文浩眼里的 纯真和羞涩 他下意识就接了过来 众人都是忍不住笑了 就是郭老先生 好似都轻松了一分 难得文浩 有个喜欢的小妹妹 让孩子拿着玩吧 以后住得尽了 他们也能一起玩耍 崔夫人带着佳音行礼道谢 然后一起送了郭老先生出门 眼见一家三口上了马车 众人都是目送两酒 才叹了气 回去重新落座 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啊 一个迁都 害了人家破人亡 幸好 山长的侄儿 看着还算孝顺 刘老爷子喝了一口茶 劝慰众人 也不必太担心郭老先生 听说这一段时日 他已经联系老友 打算种开太华书院了 想必十日久了 伤痛淡去 总会好起来 温先生听了 就问道 这是好事 若是离得近 等书院见好 倒是可以让家人去读书 原本该我每日亲自教导 但初入朝堂 有些繁忙 恐怕会耽搁了家人 正好 以后家人进书院 可以认真学习 我在旁指点 岂不是更好 第175章 不怕默好事 就怕默好人 刘老爷子点头 郭老先生的学识和人品 都是难的 家人进太华学院 倒是最好不过了 崔夫人也道 有今日之事 两家也算熟悉了 家人进书院 想必不难 家人想住读书 忍不住脸上带了笑 上前给温先生和刘老爷子行礼道谢 谢老师和师伯祖费心 但我们家里刚刚落脚 还有很多活计 我想等家里彻底安顿下来 在禁书院读书 李老四怕侄儿错过机会 立刻打断他的话头 说道 你该读书就读书 家里那么多人 还差你一个干活的了 你只要把书读好 家里就高兴 家人这才不说话了 但看那个样子 还是放不下家里 众人也不再劝说 毕竟太华书院也不是想见就见的 总要准备两三个月才成 又说了几句话 李老四和刘彪头等人就告辞了 刘志恒也伺候着老爹 回城了 剩下温先生也要走 却被崔夫人拦了下来 师兄 你若是差事不忙 能不能找人查一下那个郭青 妇妞说他可怕 我瞧着也总觉得不对劲 温先生惊讶 方才只顾郭老先生 倒是没太注意这个郭青 好 说起来张神医也说他纵情声色 应该不是乱说才对 等我查一下 有消息就来告诉你 你在庄里安心住住 闲着无事就去碎金摊走走 好 多谢师兄 不说这师兄妹俩如何商量 只说李家的罗车晃悠悠往碎金摊走 众人都好像放下了心头大石 轻松很多 家人怕妹妹吹了风 小心把她搂在怀里 妇妞是不是想奶奶了 马上就到家了 出来大半日了 佳音确实很想奶奶和家里人 就拍着手催促爹爹 快些赶骡子 谢谢快走 我给奶奶带好吃的了 方才 崔夫人给她带了不少的点心 和芝麻糖松子糖呢 众人都是笑 骡子也开始小跑起来 放下了一件心事 所有人都把郭家扔到了脑后 但郭家却不正魔想 这会儿 文浩被抱下去午睡了 郭清却没了影子 直到晚饭后 天色黑透 他才赶了回来 郭老先生 恢复了一些经历 眼见直而一脸的欲言又止之色 他就问道 清哥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 郭清犹豫了一下 点头说道 大伯 我总觉得 今日之事有些蹊跷 所以 我下午时候 去好好打听了一下 当然 崔大学士之女 何温先生 甚至刘老爷子父子 都没石魔问题 倒是那两个刘明 有些古怪 你是说李秋生和刘彪头 郭老先生感激李老四 和刘彪头帮忙 安葬了家人 倒是对他们 记得很清楚 郭清点头 小声说道 大伯 不是我看不起刘明 实在是他们太可疑了 这姓李的 和姓刘的 他们都是从北边郡阳县过来的 整个一个村子 逃到咱们这里来 他们本就是贫苦农人 但到了这里之后 分了一个碎石摊落脚 却打出了热拳 如今 全村凑了一千多两银子 请了不少工匠 再修建温泉庄子和新村 那个豪华气派啊 让多少人羡慕 但您说 他们一群穷鬼 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不得 就是我大哥他们落难 同他们走在一起了 他们建材起义 把我大哥他们害了 又安到山匪头上 郭老先生 惊得坐了起来 但开口却是不肯相信 不可能吧 崔夫人和温先生 也都在 不可能看着他们害人 而且 如今还为他们遮掩 甚至亲口告诉 咱们家这个恶号 郭清却撇嘴 大伯 您是君子 把人想得太好了 我在市井却 见过太多建立妄议之徒 特别还是在那样的逃命时刻 律法和品行 根本都没用了 谁不想多抓些银子和粮食在手里啊 再说 他们可是亲口说在山里住了几个月 这几个月 他们到哪里找粮食 说不得 就是抢我大哥他们的 想起碎金瘫 已经初见雏形 以后就是聚宝盆一般的存在 他眼底闪过一抹贪婪 大伯 崔夫人和温先生 也说了 他们不是亲眼所见 知识听说 那些流民救了他们 想要骗得他们的信任 简直太容易了 若是这些流民 杀了大哥他们 夺了粮食和银钱 用粮食撑过了冬日 用银子建了温泉庄子 如今又跑到在咱们家报信 指望咱们家以后报恩 他们继续的好处 简直用心可怕至极 郭老仙不想相信 但侄儿说的 好似也有些道理 他不在乎 家里人带的那些粮食和银子 去了哪里 是不是真被李家等村人用掉了 但他想知道 儿孙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死在了谁手里 好似李老四说起这个 用词都很含糊 三言两语就略过了 原本 他想着是李老四不愿他伤心 但这会儿 若是侄儿说得不错 难道是李家人 当真害死 他儿孙的凶手 心虚之下 才不愿多说 行了 你下去歇着吧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 郭庆好似有些委屈 但还是乖巧硬了 嘱咐老爷子 早些谢谢 然后才退了出去 他躲在院门后 偷偷等着 果然 不过片刻 老爷子最信任的老婆 就被叫进了屋子 一份辛苦 一份收获 付出总会有回报 清水村众人起早贪黑 个个累得半死 前后熬了一个多月 最近贪总算有了个大概轮廓 山谷里 各处建设 已经到了尾声 两侧山上种了果树 果树下开了地笼 种了谷子 虽然村人们更想种高粱 但高粱尝起来太高 会遮挡果树的阳光 也更抢得力 山下的路口一侧 见了四排屋舍 虽然连结 有些紧凑 但也显得更规整 前几日上了房梁 如今刚安了门窗 扑了炕 只等风吹几日 就可以安放木齐 搬进去住了 不远处的河滩地里 寒瓜秧肆意爬着藤蔓 绿油油一片 挨着寒瓜秧的是花生地 花生苗刚顶出土面磨多久 但也生机勃勃 再过去就是地瓜田 因为在附近村子 直接买的秧苗 缓了几日 这时候已经风尝起来 家安家习等淘气小子们 很是惊艳 上午一班 下午一班 把河滩的看得是严严实实 时常被溜达过来的老爷子们夸赞 新村里 妇人们正高高兴兴地到处擦抹 湖窗纸 洒水扫垫 还挪了不少野花种 在房前屋后 院门口挖了长长的水渠 山谷里流出的热泉 会有一道单独引过来 以后在家里洗澡 洗衣衫之类 都不必再烧水了 而废水会排进屋后的另一道水渠 最后流进小河 为了这个用水便利 村里男人们甩开膀子 足足多干了三天 食材也用了不少 但不得不说 全村都因为这两道水渠 高兴得不成 也终于对热泉 有了更切实的幸福感受 李家尤其忙碌 因为不但要收拾自家 还要收拾叶公子 和催妇人家的院子 李老太正擦洗心脉的抗袭 在太阳下曝晒 佳音坐在门槛上 笑嘻嘻看着家里人忙碌 李老太翘脚瞧瞧右边的院子 惦记叶公子 就到 叶公子这一走 也有二十日了吧 桃红英正刷着过碗瓢盆 刚要英声 就听门外有车马声 李老太惊喜嚷道 快看看 是不是叶公子回来了 佳音也迈着小胖腿 往外飞跑 第176章 提前入住 佳音冲到门口 正好看见崔夫人从马车上下来 她有些失望 但还是笑着扑上去 甜甜软软叫着 师姑 扶牛想师姑了 崔夫人一把抱了佳音 高高兴兴在她脑门亲了一口 小声说道 师姑给你带好吃的了 晚上偷偷吃啊 嗯 嗯 谢谢师姑 师姑最好了 佳音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她比村里别的孩子胖 也是有原因的 无论是师姑 还是温先生 叶公子 甚至刘志恒 谁见到她 都要偷偷色点好吃的 头喂得非常积极 她想 不尝肉都难 李老太从门里出来 听到佳音道谢 猜到几分就笑道 锦柔啊 你在这磨喂下去 这丫头就胖成球了 崔夫人不以为意 小丫头胖乎乎的更可爱 之前在山里 这孩子还分我吃的呢 如今咱们日子好了 我也多送点回礼 这话听得迎出来的陶红英和赵玉如都笑起来 快 大家进屋坐 不成 还有事情要忙呢 崔夫人摆手 指了她身后一溜的马车 我把木齐和用物带来了 之前不是说把交加桩子那套旧的留给你们吗 都在车上 绳子看看 还缺什么吗 我再让木匠去打痣 说住话功夫 穷嫂子已经带了十几个仆妇小丝们 开始往下搬东西了 今日 村里男人们一半在山上干活 一半跟着严公子在山谷里收尾 一时没有人手 但各家妇人听到动静 都纷纷跑来帮忙 不得不说 李家真是占便宜了 交加欢喜把女儿嫁进侯府 给女儿准备的东西都是上好的 这套庄子上搬出的木器 虽然不是紫檀 黄花梨那一类贵重木材 却也是红酸汁的 颜色鲜艳亮堂 做工精致 八仙桌 官帽椅 条案 古凳 博古架子 四脚包金衣箱等等 简直是应有尽有 个个都漂亮又实用 李家人不懂行 但也看得出 这一套木器肯定很贵 最少也要几百两了 李老太就有些后悔 紧揉啊 这些东西太贵重了 你还是拉回去吧 我们家里用些普通的桌椅就好 崔夫人当然不肯了 他上前抱了李老太的胳膊 学住佳音一样撒娇 神子可不许反悔 当初就说好了 焦家使唤胡老三算计咱们家 还让扶牛和他爹娘都受了委屈 这套木器就是焦家的赔礼 他点了点远处 再说我还得了一个桩子呢 神子连一套就木器都不要 我那桩子岂不是拿得更心虚了 众人都是笑起来 还要再说什么 佳音已经卖力地蹬着小腿 踩着古凳 爬到了八仙桌上 坐得四平八稳 笑得一口小白牙在阳光下明晃晃发着光 前世 他虽然有些小小身家 但这磨好的木器可也买不起啊 如今居然得了全套 简直比捡了金子还高兴 扶牛这个小财迷 这就站上位置了 桃红英抱了闺女 称怪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众人更是笑 老太太也就不再推辞了 这是焦家的赔礼 更是崔夫人的心意 而家里确实也需要 那就大放收下 以后多照顾崔夫人一些就是了 他没有父母 在这里只有一些旧焦 也是孤零零 让人心疼 一时 大门打开 众人往里搬东西 村里都是羡慕喜爱 围住这些木器 这里摸摸 那里看看 李老太问向崔夫人 锦柔 你那院子的木器都安排好了 崔夫人点头 李老太就到 那我把这些木器分叶公子几样吧 他在外边打仗 末功夫顾及这些呢 结果 他刚说完 正帮忙打水擦抹木器的东梅 就开口了 老夫人别担心 我家大山已经回去拉东西了 原本还想过几日 等咱们家安顿好 在石头 我们那院子呢 今日索性一到 都折腾完了 好 好 咱们可今日一起忙活吧 老太太点头 村长找小王村的瞎子算了 五日后 就是千居的好日子 咱们到时候吃炖好的 热闹一下 富人们都是笑 哎呀 到时候 可要红鹰好好显赐手艺 是啊 上次吃红鹰炖的红烧肉 还是在俊阳呢 没想到 才隔了一年不到 咱们就在这里守着 热泉过日子了 所以啊 碰到男士也不要怕 只要咬牙挺住 戾气往一处使 什么都能过去 可不是吗 前日大槐树那边 还有人问我家小子多大了 这是看咱们以后日子错不了 想把闺女嫁过来呢 你可别着急啊 再等等 万一是个性格不好的闺女 搅和的 咱们村里都不消停 等以后安定下来 让村长他们过过眼 再说这事 我也是这摩想的 富人们一边干活 一边说话 脸上的笑在 在这样的春日里 李开放最好的花都灿烂 崔夫人抱着佳音 坐在台阶上 眼里看着李听住 忍不住 脸上也一直带了笑 她愿意来李家 来村里走动 不知是因为当初的救命之恩 更是因为这份热闹 这份人尖烟火气 佳音同样看得心智勃勃 这才是生活啊 幸福的生活 中午时候 夜山也带了四辆马车过来 木器用武 锅碗瓢盆 粮食和油盐酱醋 样样俱全 李家婆媳几个 带了东梅 又是好一顿忙碌 天黑时候 三家总算有了个大智样子 正房东西屋子的大炕都烧了起来 暖哄哄 让人躺上去就不想起来 尤其是李老三李老四他们兄弟 干了一日的体力活 这会儿被大炕烫着腰背 好似一天的疲惫都消了一半 李老太舍不得儿子 索性把饭菜拿到这里 全家吃了 晚上就睡在这里了 等千居那日再拔了铁锅 安静躁间就算正式搬家了 如今简单住鸡碗 也不算坏了规矩 崔家那边 不如李家十多的利索 崔夫人也喜欢热闹 索性跑来同李老太婆媳们 睡意扑炕 穷嫂子送了一只盒子过来 盒子里装了两只烧鸡 都是那重表皮酥脆 鸡肉雀烂熟香软的 昏暗的油灯照上去 晃得两只烧鸡 好似都在发着光 就是李老太都忍不住咽了口水 更别提佳音了 口水滑啦啦 像泉水一样停不下 她三两下就爬到了崔夫人怀里 抱着崔夫人的脖子 师姑 要吃 要吃 崔夫人二话不说 扯了一个大鸡腿 就塞到了她手里 佳音刚要啃一口 手下一拐弯 先把鸡腿送到了崔夫人嘴边 第177章 人间仙境 崔夫人笑得更高兴了 咬了一口 佳音又跑去分给奶奶 娘和伯娘 众人哪里舍得吃 都是小小尝了一点 佳音这才坐下来 抱着鸡腿啃 只一口咬下去 就吓得她 想汪汪叫 屁股后边 安条尾巴 就是一只欢快的小胖狗了 众人看着 都笑得不成 这丫头肠大 也瘦不下来 就看吃东西 这个香甜的样子 什么时候 都是个贪嘴的 崔夫人喊了穷嫂子 把另一只烧鸡 送去西屋 给李老二和家人 加益他们 李老太等人见此 才舍得动手 但也只是吃一些 鸡皮和翅膀一类 鸡肉都留给 佳音这个宝贝疙瘩 李老二他们 真是没想到 晚上还有这样的家餐 同样高兴坏了 两个鸡腿 给了家喜佳安 翅膀是家人加益的 李老二兄弟三个 也是静剪着 鸡皮鸡骨头啃着 春日的月光 从窗缝钻进来 照在一家人的身上 好似蒙了一层柔柔的沙衣 温暖又美丽 一千多两银子扔进去 全村也忙了一个多月 投入是巨大的 但回报同样是喜人的 碎金滩如今 已经彻底变了个样子 特别是两山之间的山谷 远远看去 谷底就像一片大叶子 而水潭 就是压着叶子的那枚果子 当初的小水坑被扩大了很多 如今有二亩大小了 坛底铺了光滑的石头和细砂 保证坛水的清澈 瀑布两侧 架了鸡根海碗 那磨蹴的桃管子 分别引着最干净的泉水 送到水到两侧的小院和木屋里 保证客人们用得放心 这样瀑布下的水潭 也可以开放了 画船浮水都玩得开 各个木屋和小院都有木头栈桥通往水潭和山外 桃管贴着栈桥排布 就像叶子的脉络 两侧山头上 郁郁葱葱 果树努力伸展手臂 想着早日开花结果 而树下的骨子也偷偷摸摸抢着地利 想要在秋日时候结出一个谦虚低垂的骨碎 特别是清晨时候 热泉的雾气弥漫 朝阳照射到西侧的山壁 再折进山谷 人间仙境一样 美轮美奂 严公子类的黑瘦的像活泥丘 哪里还有当初刚来时候的顽裤公子模样 他穿了粗布衣裤 挽着裤脚和袖子 胡乱扎住头发 嘴里叼着一个饼子 站在村长和赵书 李老二等人身边 激动得手舞足蹈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说要见一个人间仙境 没骗你们吧 所有人都是惊叹的 半赏没有说出话 虽然大伙也是日日都能看见 但这般尽心欣赏 还是第一次 这就是集合了全村之力 拼了命打造出来的温泉山谷吗 以后这就是他们全村的聚宝盆了 怪不得人人都要争抢 原来一道热泉 真的能够改天换地 村长带头给颜公子 和众多工匠师傅们行礼 真心实意 多谢颜公子 和各位师傅们的尽心尽力 我们村里 打算雕刻一块石碑 放在谷口 各位的名字 都会刻上去 只要碎金瘫存在一日 只要热泉还在流 所有人都会记得各位的功劳 李老二等人 也是点头 是啊 如此巧夺天宫 如此美轮美奂的仙境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出自谁的辛苦打磨 对 还有周大人 别忘了把他的名字也加上去 工匠们都是开口推辞 但又忍不住欢喜 我们就是拿工钱干活 没石磨功劳 是啊 看到成果这么好 我们也高兴 村长偶尔扭头 却见颜公子蹲着大口咬着饼子 眼泪雨点一样砸在地上 他忍不住叹气 真是不明白 富贵人家是怎么回事 这磨好的孩子 怎么就百般看不上呢 颜公子来到碎金滩 也有快俩月了 家里一个人都莫过来看看 送点吃喝用物之类 真是太心狠了 颜公子啊 你要是不嫌弃 我家那院子给你留个房间 你以后只要想来玩了 就只管住进来 那个 我们村永远欢迎你 做你第二个家 好不好 村长粗糙的大手 拍着颜公子的后背 颜公子胡乱抹了两把脸 站起身笑道 行 大叔 咱可说好了 当然 大叔还能骗你吗 村长豪爽的大手一挥 笑着同所有工匠说道 以后大伙来玩 都不收钱 众人都是笑起来 纷纷道谢 虽然他们不羡地会过来 但听着这话就高兴 很快 工匠们继续收尾一些小活计 村长和李老二几个 就开始盘账 要给工匠们发工钱 还有各村找来的杂工 都要一起接算了 工匠们还罢了 各村杂工可是高兴坏了 偶尔歇息就围着村人们闲话 兄弟 你们这热泉 要是来洗澡 要多少银子啊 是啊 最近可是不少人打听 以后那些城里的贵人 怕是都要往这里跑 昨天就看现好几个赶马车来问询的 村人们骄傲又得意 硬道 我们出来乍道 没有底子 打算先不收银子 收粮食 比如一个人进股 就要给五斤粗粮 或者二斤细粮 算是进门费 当然之后 要吃饭住宿之类 额外还要给银钱 杂工们都是羡慕 早知道碎石滩真能变成碎金滩 我们就先来站下了 可算了吧 你就是站了 也没银子修建的这魔好 就是 这可是一千多两银子啊 咱们杂锅卖铁也拿不出 兄弟听说 你们是从北边钻山过来的 山里遇到狼群了 还有山匪 我们听着都腿软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村人提起这事更是兴奋骄傲 别提了 我们也是拎着脑袋过来了 那次拆点 就被狼吃了 我们村里简直是人人挂财 那山匪呢 你们居然也敢招惹 我可是听说 山匪杀人不眨眼啊 一个杂工追问 声音都压低了 好似生怕有山匪突然跳出来 村人哈哈笑 你怕什么 山匪也是人啊 墨长三头六臂 不过也真是挺凶狠 杀了不少人 幸好我们村里人团结 否则也完了 众人说笑得热闹 偶尔望向李老二等人 也是满眼的盼望 很快 李老二就把众人的工钱算清楚了 一并发放下去 又要了工匠们的名字 打算刻在石碑上 轮到颜公子这里 村长打算给颜公子 八十八两银子做工钱 讨个好彩头 但颜公子 却是死活不要 我过来的时候就说好了 不要工钱 我就是喜欢建房子 再说 村长大叔不是还给我留了一间房吗 这也是我半个家 谁给家里干活 还要工钱啊 村人无法 只能暂时给他存着 打算等周大人过来再说 第一百七十八章 回来得刚刚好 山谷那边忙着 佳音也不清闲 空间里的苗圃 在挪移完了西瓜秧之后 他又种了香瓜子 说实话 他都没指望会出苗 毕竟香瓜子 是他以前甩在土墙上的 都不知道几年了 干别的不像样子 抠下来 扔进苗圃 只不过是世事 没想到 神奇的苗圃 再一次给了他满满的偏爱 河滩地上 种了寒瓜种花生 种了花生 又种地瓜 最后剩下四五亩 正好就给了香瓜 有叶公子这块金字招牌 村里谁也莫觉得 哪里古怪 都是小心翼翼伺候着 哪怕建设山谷和新春这魔类 也没让瓜田里尝一根野草 如今苗圃里 正常住的是各色花苗 爱牵牛啊 万寿菊啊 凤尾花啊 还有三角梅 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 却是美丽又好照管的 前世 他收集了这些花种 本来想装点一下小院 结果饭懒扔在了脑后 如今倒是派上用场了 特别是三角梅 种下去 两三年就成气候了 开花时间长 花朵繁茂 远远看去 像一面花墙 若是种在热泉旁边的山壁上 配上瀑布 一定美风了 当晚 东梅又轻车熟路地跑了一趟山谷 早起时候 种人就多了一个活计 种花 矮千牛是难得的深飞色 万寿菊更是黄的耀眼 凤尾花红的灿烂 看得所有人都是欢喜 严公子更是满山谷的走动 招呼大伙往各处栽种 最后整体一看 山谷更添了几分美丽和生动 第二日 石碑也刻好了 正面刻了《穗金贪三》的大字 下边写了 对朝廷赏赐如此宝地的感恩之心 背面则是周大人 严公子 还有众多工匠的名讳 工整又清晰 所有工匠即便已经拿到了工钱 依旧又赶来 特意摸摸着石碑 村人们尽力准备了酒菜 留他们吃了一顿饭 算是答谢宴 工匠们都喝得半醉 要知道 他们以往干活 干好了是应该的 错了就要挨骂扣赢钱 像这般被尊重 甚至被刻上石碑 扬明天下的机会 仅此一次而已 严公子也喝多了 爬上马车 一定要回城 也不知道 是不是找家里人炫耀去了 山谷被彻底封闭起来 只等新村迁居之后 就可以开业了 这几日 已经有人陆续来下了定金 打算第一日就要光顾 温泉山谷里 小院四座 木屋十二座 全都被定空了 村人简直高兴风了 可以预见 粮食和银子 就要哗啦啦流进口袋了 各家富人们 还有一个大活计 就是做针线 虽然过来游玩的贵客们 都会自己带行李 但也要背着有人墨准备 还有各种软店 扑团 简单的用物 茶具等等 但更让众人忙碌的 还是明日的温居酒席 崔夫人特意让人买了一头猪 还有二十坛子酒 算是她的温居贺里 村人真是高兴又好笑 因为崔夫人的院子 也是新搬迁的呀 这是自己给自己送礼了 但自家人 即将那么多 就好像生分了 所以 村长做主收下 其余就什么 都不用崔夫人张罗 只管邀请客人就成 崔夫人没有父母亲人 只写了帖子 请了刘老 刘老爷子和刘志恒父子 毕竟以后 他打算在这里常住 想着他们过来走动看看 自然也能放心一些 至于温先生 那是自家人 根本不用请 甚至温先生 还出面去请了周大人 和他的几个属下 都是当初到山谷 帮忙测量干活的 另外 大槐树村和小王村的李正 也不能落下 枕膜拼拼凑凑 贵客居然也有两桌子了 村长发话 酒席开在李家 一来宽敞 二来体面 三也是向所有人表明 李家是新村以后的领头人 李老太也莫拒绝 毕竟李老二以后会接村长的班 就当提前适应一下了 第二天 天色不等亮起来 各家的当家人 就把放在门外的铁锅 搬到了灶间 代表彻底进了新家 开始新生活了 李家人多 大锅小锅个两口 灶间足足四个灶眼 也是忙了好一会儿才安好 崔夫人买下的那口大肥猪 被扔到了李家门外的案板上 支等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献出一身肥肉 为桥千艳添菜了 淘气小子永远不会老实 不知道哪个居然扯了树枝 去捅肥猪的肚子 肥猪一个奋起 带着绳子就跌跌撞撞跑了 淘气小子们吓得嗷嗷叫 追上去又拦不住 等大人们听到动静出来 气得叫骂 幸好远处跑来一队人马 二三十人的样子 当先那个正是叶公子 他摘下长刀 一弯腰 刀鞘就敲在肥猪头上 肥猪熬的一身昏死过去了 淘气小子们忍不住欢呼起来 村人们也都是笑 侯爷回来了 叶公子回来了 很快 老人家和妇人们也都跑了出来 个个都是满脸笑 叶公子一身的尘土和疲惫 瞬间就被这些真诚的笑脸融化了 佳音高兴坏了 张住手喊着 叔叔 叶叔叔 叶公子也想抱抱他 但又怕身上血腥味道莫散去 带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于是 他轻轻揉揉小丫头的脑袋 同村长等人说道 这是家里要百桥签宴席 是啊 叶公子 还以为你赶不上了呢 没想到回来得刚刚好 咱们今日杀猪 公子留下吃完肉 再回京都吧 公子 你的院子都收拾好了 住几晚 再走 就更好了 众人七嘴八舌 纷纷高声挽留 叶公子就到 那我去洗洗澡 换个衣衫 咱们今日庆贺一下 明日再进京 好啊 好啊 公子去山谷里洗热泉 山谷里都收拾好了 像仙境一样漂亮 村长亲自带了叶公子等人去山谷 就像同家常贤摆玩具的孩子一样 惹得众人都是笑 等叶公子他们回来的时候 猪已经杀好下锅了 鸡鱼也都炖上了 贵客们纷纷上门 大槐树村和小王村的李政 一人带了一只鸡 外加一篮子菜 这在乡间已经是很重的礼了 温先生同周大人等人一起到的 周大人和属下凑银子 买了不少棉花和细部 正好是村里如今需要的 带的刘老爷子和刘志恒父子俩过来 直接就多赶了一辆马车 送了二百斤细粮 二百斤粗粮 这不算贵重 却是最实惠的 村里人都是高高兴兴收了 酒席还默开 众人就去山谷里游玩 对着大便样子的山谷 人人都是赞叹不已 就是周大人想起 七弟在家里又被打击贬地 他也第一次觉得 他许该为七弟说句公道话 三百六十行 行刑出状元 读书真的不是唯一出路 正是热闹的时候 又有马车进了山谷 居然是郭老先生带了侄儿郭青 众人见他们不请自来 有些意外 但也是赶紧迎接 第一百七十九章 胖也不犯法 李老四和刘彪头 还有温先生等 帮众人介绍 村长等听说是郭家人 都是心生怜悯 又不想勾起郭老先生的伤心事 就虚虚寒暄击剧 不想这些落在郭老先生眼里 倒成了另外一个意思 刘老爷子上前邀请郭老先生 郭兄 走啊 一起进去走走 难得有这魔好的地方 过几日邀请几个好友 咱们来赏紧喝酒 郭老先生勉强笑了 硬道 好啊 我那里还有两滩子好酒 到时候一起带过来 众人重新返回山谷里 凉亭里坐着喝口茶 站桥上走走 潭水边洗把脸 都是高兴放松 只有郭青有些上蹿下跳的样子 这里看看 那里翻翻 就是锁门的各处小院和木屋 都要推开苗两眼 这多少有些失礼 墨颜色 惹得村长等人都是皱眉 倒是温先生心里有数 寻个机会 他就拉了叶公子 落在后边 多说了几句 叶公子听得脸色冰冷 低声说道 若是他们当真在今日挑破 也不必顾忌 尽管说个清楚 对别人的怜悯 就是对自己残忍 温先生望向前面的郭老先生 轻轻叹气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太过可怜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麻烦 可见 好人是不能做呀 说吧 他又直指 这美轮美奂的山谷 说到底 还是财帛动人心 这地方太扎眼了 是个人都想抢过去 叶公子冷哼 想伸手 就要做好被剁手的准备 温先生被他身上 突然爆发的杀气 惊得心头一缩 赶紧劝着 事情说开就好了 不行 最好斩草除根 杀鸡儆猴 否则以后这样 事情少不了 叶公子抬手 喊了两个清兵上前 吩咐了两句 清兵行礼 扭头就走了 很快 有村人跑来报信 酒席准备好了 请规客们回去吃饭了 村长大叔 笑呵呵招呼 刘老爷子 郭先生 咱们回去吧 若是喜欢这里的景色 以后就常来 绝对不收你们银子 哎呀 那我可要来多住几日 这便宜不能不占 刘老爷子玩笑 惹得众人都是笑起来 一边说话 一边往谷外走 今天天气尤其好 天空未蓝 万里无云 因为没到剩下 太阳也莫纳莫晒 反倒是微风很暖 李家堂屋里开了两桌 招待贵客 院子里也摆了八桌 大半做了村里的老少爷们 也有两桌 是老太太们带来的家孩子 妇人们扎着围裙 戴着袖套 就是头上都包了布巾 十多的干劲整齐 一对人手跟了桃红鹰在造间 洗菜切菜 煎炒烹炸 一对则跟着赵玉如 负责端菜 白碗筷 抱酒坛子 盛饭 众人进门时候 陷得这般热闹 都忍不住笑开了脸 日子其实不再有多少钱 就是要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才好 刘老爷子扫了一眼 站在狼烟下的侄女 突然就觉得她在这里常住 也不错 崔夫人正报了佳音 佳音抓了一块点心 先垫垫肚子 点心碎屑掉在衣衫上 她赶紧捏起来吃掉 刘老爷子正好走过来 看得忍不住笑了 扶妞喜欢吃蝴蝶梳啊 下次过来 多给你买两盒 佳音立刻笑开了脸 伸手抱了刘老爷子 把手里的蝴蝶酥递给她 爷爷吃 刘老爷子笑的眉毛 都要飞起来了 没想到 上次只见过一次面 这孩子居然对她如此亲近 要知道 家里的孙儿孙女 每次献了她 都像老鼠献了猫一样 跑出多远 她小心颠颠怀里的胖丫头 真是越看越喜欢 今日佳音穿的是新衣裙 是崔夫人这几日闲著无事 用细软的棉布料缝的 飞色的斜金山子 前经绣了花朵和蝴蝶 活灵活现 而鹅黄色的裙子上 则蹲了一只猫咪 眼睛正望着那几只蝴蝶 好似随时都要扑上去戏耍 满是童趣又精致 佳音本就白胖可爱 大眼睛长睫毛 这磨一打扮 就更添了几分灵秀 温先生走过来 也忍不住摸摸她头上的朝天辩 细软的小头发 扎了红绸带 让人心里也跟着甜软起来 她下意失望向崔夫人 不知道想到什么 脸色带了积分红 刘老爷子许是嗓子不舒服 干咳一声 把佳音递给了崔夫人 很快 众人落座 叶公子做了主位 村长和李老二陪着刘老爷子父子 温先生和周大人 郭老先生和郭青 还有张神一 一起做了主桌 另一桌 赵叔等级位老爷子 还有刘彪头和李老三 李老四 陪着两个李正和几个周大人的下属 两个李正不但没有条理 反倒很是兴奋 他们方才在山谷里可是小心问了几句 知道主桌那几人都是当过大官的 还有开学院的 他们可是惊了一跳 别说 坐隔壁砖吃个饭 就是让他们在院子外边看看 回去之后也够吹虚几年了 陶红英的手艺一直不错 先前更是做过上造师傅 可惜从北到南这一路 都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如今 家里杀了猪 基于淡菜也是买了不少 他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红烧肉 四喜丸子 肉末酿豆腐 酱鸡骨 小鸡炖蘑菇 排骨炖萝卜 溜干煎 还有必不可少的鲤鱼月龙门 外加一小桃盆地道的杀猪菜 整整九个菜 曲长长久久地采头 这九席可是太丰盛了 经得两个理政都不敢下筷子 就是刘老爷子也好奇问道 这是在城里请厨子了 村长得意应道 没有 这上造的厨子是李家老四的媳妇 也是扶妞他娘 祖上出过御厨的 我们老家那边 他在十里八村上造都很有名气 哎呀 怪不得扶妞长得这魔吼 原来是有个手艺好的娘啊 刘老爷子笑道 惹得众人都是望向李老太怀里的佳音 佳音赶紧捂了小脸 他就是贪吃了一些 也不犯法呀 胖怎么了 也没偷吃谁家大米呀 众人见小丫头 羞得小脸红了 越发哈哈笑了起来 叶公子也是笑 抱过胖丫头 安放在怀里 招呼众人道 动筷子吧 菜要凉了 说住话 他夹了一块排骨 放到了佳音面前的碗里 佳音没开眼笑 立刻捧着啃了起来 第180章 好人不能做 众人边吃边说话 也满了酒碗 几口下肚 就越发热闹起来 叶公子是个合格的 饲养员 佳音啃完排骨啃肉丸 累得小颜都酸了 叶公子就帮他摘了一碗肉 还成了几勺汤 把佳音味的小肚子溜圆 不得不说 桃红音的手艺太好了 无论是贵客 还是村里众人都是吃得赞不绝口 人人都是吃了大半饱 才频频端起酒碗 刘老爷子正色谢过村长和李家 请他们以后多多照顾侄女 虽然没有血缘 但他同过世的崔大学士 轻如兄弟 崔大学士之 留下这么一个女儿 他无论如何 也要护好 否则他日久全之下 没法同兄弟交代 众人自然应了 我家家人拜施温先生 继承的就是崔大学士一波 崔夫人是大学士唯一的女儿 家人以后 自然要孝养崔夫人到老 同样 我们兄弟几个 也把崔夫人当亲姐妹看待 即便我们家之是普通农户 无权无势 但也绝对不会让崔夫人受委屈 崔夫人同里老太都吃过饭 这会儿坐在旁边听众人说话 崔夫人就忍不住红了眼圈 李老太拍拍他的手 称怪道 哭什么 这都是应该的 就是佳音都爬下叶公子的膝头 跑去抱住了崔夫人的大腿 脆声声喊着 我长大了 养师姑 崔夫人弯腰抱了他 笑着亲了一口 行 师姑等着你养老 众人都是笑起来 刘老爷子父子 举起酒碗 敬了李家和全村老少爷们 村人们都是受宠若惊 纷纷干了酒碗 一方愿意清静 一方觉得荣幸 良好合一好的事 这院里的气氛也就更融洽了 酒坛子又开了两个 众人也是越喝越高兴 有人问起江北的蛮人 叶公子简直能说的 说了几句 众人都是心惊 幸好他们拼了命走出大山 来了江南 否则这会儿早就为了蛮人的刀头 叶公子说道 暂时只能偏安一语了 带得国力强盛 总有杀退蛮人 夺回河山的一日 众人都是点头 举碗高喊 杀蛮人 夺河山 郭老先生同样端了酒碗 一口喝干 刘老爷子怕他身体受不住 小声劝着 郭兄 就是高兴也少喝两口吧 以后还有机会 郭老先生苦笑点头 但他面前的酒碗 还是频频被端起 刘老爷子以为 他是献了李家儿孙满堂 心里难受 索性也不劝了 倒是郭青 一口酒都莫喝 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好似带了几分算计 日头西斜时候 酒息才算散了 众人都带了几分醉意 两个李正当先告辞离开了 他们家里的后生赶了牛车 倒也不用惦记 紧接着周大人带了下属们也告辞了 温先生带了李老二送到门前 李老二特意拿了一小袋银子 周大人 这是颜公子的工钱 原本应该亲手给他 但我们找不到他 只能请周大人代劳了 周大人迟疑了一下 还是接了银子 笑道 我家夫人献到弟弟凭自己本事赚的银子 一定会很高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温先生和李老二都不好劝说 直说道 大人以后一定带家里人来玩 周大人欣然应想 这才离开 村里人忙着十多碗筷 撤桌椅 眨眼间院子就恢复了原样 因为还有客人莫离开 所以众人都靠着墙灯坐了 一边醒酒一边说闲话 屋子里 刘老爷子也想回去了 但郭老先生不起身 他也只能陪着 郭老先生醉得厉害 端茶碗都有些找不到嘴了 这模样实在有些失态 刘老爷子就劝道 郭兄 我们回去吧 年岁不饶人啊 醉得这模厉害 没有那两日可缓不过来 郭老先生不等说话 郭青倒是先开口了 刘老爷子 您就别在中间掺壶了 我们玄有话莫说 还有事情莫掰扯清楚 当然不能离开 您这模帮着碾人 可是要同流合鱼啊 同流合鱼 刘老爷子当时就冷了脸 何斥道 这是什么话 你们今日 难道不是来道贺 是来找麻烦的 郭青得意抬了下巴 我们不是找麻烦 我们是讨公道 这话让所有人都皱了眉头 村长当时就握紧了烟袋锅 那好 我们倒是要听听 你们吃了我们家的韭菜 站在我们家的地盘 突然翻脸 又讨的什么公道 郭青扫了一眼大驳 见他莫吭声 这是莫许了他做先锋 于是他就越发高声嚷了起来 当然是说说 我几个哥哥嫂子侄儿们 是怎么死的 你们说是山匪杀了他们 但卫石魔他们带的藏书在你们这里 还有你们一群泥腿子 饭都吃不上逃到这里来 又是哪来的银子 建这个温泉庄子 说不得 就是剑材起义 杀了我大哥他们 你放屁 村长期的当时就跳了起来 手里的烟袋锅用力挥着 明明是山匪杀人 我们帮忙安葬 好心没有好报 如今还要被你们反咬一口 早知道就不管你们一家 让狼啃了失手才好 李老二和李老四流标头鸡个 都是黑了脸 原本以为郭家的事 已经圆满结束了 没想到他们好心办坏事 反倒成了杀人凶手 温先生沉默不语 崔夫人也是气得哆嗦 佳音手里的桂花糖也不肯了 望向郭清 心里无比的厌恶 这一段时日的安静 他还以为当日是多心了 没想到这爷俩 居然真是把他们全村认作仇人了 门外众人听到动静 也都聚到了门口 人人都是恼怒 郭清没想到众人会这魔团结 吓了一跳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 后悔也晚了 更何况他还有所图 于是 他越发提高嗓门 嚷嚷个没完 怎么着 你们被揭破了坏事 还想杀人灭口啊 告诉你们 我在府衙 可是有不少好友 我提前安排好了 日落西山之时 见不到我 他们就要来抓 你们问罪 李老四冷冷瞪着他 你以为我们是下大的 我就问你 你说 我们杀了郭家人 你有什么证据 说不出个一二三 老子就卸了你的脑袋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你以为我们是下大不了一命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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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